5月11日,女神张博之参加综艺节目《让生活好看》中的一段对话引起热议 疑似曝光有交往对象 《让生活好看》是一档展现明星生活中样貌的观察类真人秀节目 张博之就是节目中的嘉宾 这天张博之在和张新宇开心地外出游玩后舒服放松地坐在沙发上 没想到张新宇突然出其不意地问道 你现在单身吗?张博之张大嘴巴停顿了一下 正经又迟疑地回答 我要向你表白 随后又尴尬地从沙发上滑落下来 双膝跪在地上一边吐槽 你也太直接了吧 一边拿着脚上的拖鞋假装吵张新宇认去 过了一会儿坐回到了沙发上的张博之 抬手做出擦汗的姿势 感叹好热 他的汗都要冒出来了 这一系列的动作看起来都十分的紧张 那边的张新宇大概也是没想到张博之的反应会这么大 他赶紧回头朝节目组表示 这段不要剪进去 同时调侃道 这个剪进去太明显了 让人更加怀疑张博之已经脱单 好不容易等这段危险的对话过去 对八卦后期心满满的张新宇似乎不打算 就这样放过张博之再次朝他问道 你有想过结婚吗 这次张博之终于没那么慌张了 他认真又真诚的表示 如果那个男人真的爱他 真的想要跟他结婚 真的很需要他 那么就会愿意再次结婚 同时他还表示 想要再生小孩 直言三个孩子太少了 看来张博之虽然已经41岁了 还离过婚 养育着三个孩子 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婚姻和家庭的向往 网友也对他的想法表示支持 纷纷呼吁到 漂亮姐姐基因这么好 生个女儿吧 张博之年轻的时候 凭借着混血清纯的长相 迷倒了一大片少男少女 但可惜的是 他只生了三个儿子 并没有女儿来继承他的美貌 三个儿子中除了老大 谢正轩和老二 谢正男的父亲 是我们都守着的谢霆锋 老三的生父却一直成迷 简直成了娱乐圈中 继成坤儿子的生母 王子文儿子的父亲 之后的又一大谜团 2018年12月17日 与谢霆锋离婚近6年的张博之 突然发文宣布诞下第三子 意识震惊无数人 针对这个孩子的生父是谁 也流传出了不少猜测 一开始爆料说孩子的生父是 香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歌手 梁昭峰 但随着他自晒 不少和女友在一起的视频 这个绯闻显然非常假 后来又有人流传 是不是和谢霆锋复合了 三滩儿子的父亲还是他 但除了谢霆锋和王妃 依然被拍到合体约会外 从张博之自己晒出的照片来看 小儿子似乎是一头黄发 让人猜测孩子父亲是不是外国人 还有另一种说法是 孩子的父亲是新加坡 一位65岁的富豪 不过过一会儿 又传出是富豪 但不是65岁的这位 而是另一位50岁 有些社会地位的富豪 总之对于三胎儿子 生父的传闻总是变来变去 但却始终无法证实 不管怎么样 还是希望女神张博之 能够重新幸福地组建家庭 至于他是否有交往对象 还是静待喜讯地公布吧 中国人向来坚信 多子多福的理念 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放弃这一传统观念 甚至一些夫妻开始了丁克生活 遗憾人多力量大的观念 正在被人们抛弃 大环境背景下 有诸多选择都是言不由衷 在娱乐圈摸爬打滚的人 更加相信孩子会拖累事业 很多明星结婚后 基本上都是选择生一胎 在让生活好看二的预告中 张博之又有了生孩子的想法 我们知道张博之已经有三个儿子 如今已经41岁 而想生一个女儿是他的愿望 大儿子已经是半大人 张博之生孩子的愿望依旧强烈 张博之自生绯闻颇多 天生乐观坚强 一直照顾三个孩子 在绯闻满天飞的同时 正能量的方面也得到了网友们的认同 三胎孩子父亲是谁 一直是个谜团 至今无人揭开谜底 让生活好看二节目中 张博之与好友张新宇有一段对话 张新宇在节目中问张博之想过再结婚吗 张博之说了一句需要我向你表白吗 随后说如果那个男人很爱他 想和他结婚的话 他愿意 而且还想为结婚对象再生小孩 三个太少了 张博之的孩子一直是大家炒作的话题 在节目中被问及再婚话题时 张博之似乎处于默认有老空状态 让网友大吃一惊张博之有了三胎 又疑似有丈夫 让人看不懂是张博之本身的瓜 还是节目组故意在引导话题 博观众眼球 张博之三胎孩子已经三岁多 谢霆锋也否认三胎与他无关 看来张博之本身的料是非常多的 加上节目的需要 真真假假的状态 似乎更让网友一探究竟 激发兴趣 张博之喜欢孩子是真的 可是已经41岁了 仍然想为造人尽心尽地 实属难得 张博之参加综艺节目的视频片段曝光 他和张新宇一同出游时 被对方直接问现在单身吗 当时张博之没有正面回答问题 只是开玩笑地吐槽了一句 张新宇太直接了 还拿着脚上的拖鞋 假装朝张新宇扔去 过了一会儿坐回了沙发上的张博之 感叹好热 这一系列的动作看起来都十分慌张 那边的张新宇大概也是没想到 张博之的反应会这么大 他赶紧回头朝节目组表示 这段不要剪进去 同时调侃道 这个剪进去太明显了 也错识了张博之不是单身 好不容易这段危险的对话过去 张新宇却又八卦提问 你有想过结婚吗 这次张博之也终于没那么慌张了 表示遇上合适的人自己会愿意再婚 还说想要再生小孩 直言三个孩子太少了 莫名其妙的是 张博之想再为结婚对象生孩子 这个话题就被推上了热搜了 问题是他的原话意思是 自己喜欢小孩子想继续生 不过张博之既然上了节目 想必也会想到 节目组会用这个点搞营销吧 张博之确实是真心喜欢孩子的人 而且也是真的很想再追生一个女儿 这点他不仅一次公开说过了 虽然张博之目前不是单身 但他要生四胎也不会是短期内就生 他靠浪姐又开始获得了一些人气 热度之后 现在工作安排很紧凑 他毕竟要养家糊口 事业心也还是蛮重的 至于三孩的父亲是谁 瓜姐只知道绝对不是前夫 据说男方身份不简单 所以这只能是秘密了 就在前几日张博之又被拍到了 与一位异性交往 一次又一交了新男朋友 我们都知道张博之以前有过几段婚姻 并且都不是那么的幸福 虽然有为他的前几任生下过几个孩子 但是最终婚姻还是以失败告终 而这一次张博之的恋情也是令很多的网友非常惊讶的 他也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过 如果碰见合适的人自己还是会愿意为结婚对象再次生孩子 不过张博之现在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而且他自己现在已经年龄不小了 如果再度结婚生孩子的话 就已经是高龄产妇了 网友们表示 高龄产妇生孩子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而且张博之还是一个演员 他如果再次生孩子的话 对他的精神状态 身体状态 都会有很严重的影响 从而也会影响他的事业 但是张博之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为自己喜欢的人生一个孩子 那就是代表自己与他爱情的结晶 不管以后有没有最终走到一起 那都是他们在一起的见证 他们还认为孩子是这个世界上给母亲最好的礼物 虽然他现在已经有三个孩子 但是他并不觉得算多 他的孩子们现在也已经长大了 不用操心了 在生活上面 大多数是孩子们在照顾自己 所以他感觉荣幸 他也表示自己很喜欢做妈妈的感觉 他觉得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身份 对于生孩子这件事情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对于张博之来说 如果他真的已经有了新的婚姻 并且他还打算生孩子的话 那就是要郑重考虑的 他的年龄已经快40了 这对孕育一个生命来说 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他自己 对这个孩子来说 都不是最好的时候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还是最好选择不要再次生子 已经拥有三个孩子了 是很幸福的事情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